标普方面5000點充破 如果是樂觀一點 那就六千 其實現在不貴 NVIDIA股價很便宜 升得多的 搖鼓 Supermicron這些就搖鼓 通常NVIDIA升1元 他就升3元 大家好 又回到牛牛二流座 商界一年強勢回歸 我們身邊有溫港城溫總 Helis 你好 Helis 你好 這一年兩集想說說美股 好 酸不酸牛氣沖天 美股指數又破頂 有些回憶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值得看好 還是沒股頂 美股方面來說 大家在很多傳媒時都知道 我都很牛下 可能和你們吃牛有利 老實說我早就已經說會破頂 上年下半年 其實我都會告訴大家 其實美股方面來說要創新高 主要打死數也表明到今年第一季會創新的 也創新了 未來方面還創新不創新 16212的位置上一次的高位已經突破了 那人還會不會創新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會創新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標普現在好像很貴 大家說25倍PE 如果用歷史去看 大多數時間沒有什麼題材 其實是炒一些資源股 炒一些銀行股 的確是因為那些增長慢 其實那時候的確是25倍算高 可以有股災的 但是反過來 今時今日有題材 就是一個高增長的題材 高增長的題材 我會用科網去推比 因為都是科技股 今時今日炒什麼呢 炒人工智能炒AI 炒人工智能炒AI 跟當年2000年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當年2000年的時候 A那個波網股 其實炒到最高的時候 接近30倍 29倍半 29倍半 今天才只有25倍 那25倍和29倍半 其實那時候還有兩成的上升空間 最基本 第二方面來說 當年的科網股 很多都沒有錢賺 你比起上來 今時今日的AI股 是有錢賺的 是有錢賺的 很重點 遲且還說盈利是幾何級數上的 例如NVIDIA 每次出來的業績比預期好 接著將PE方面大幅 砍掉一大部分 不斷收到大單 因為他們還不及 當時的聯邦基金利率 去到哪裏呢 去到六里半 今時今日五里半 接著再說公司是有錢賺的 市盈率是低一點的 那你說是否應該再創新高呢 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再加上什麼呢 有些政治因素 例如今年方面美國總統選舉 聯儲局方面來說 因為中小型銀行 上年的倒閉潮 成立了資金 本身3月31日到期 到期後 他就用短債 作為一個 一切的計劃 又有事的話 立即由印錢 這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想帶出一點就 你沒有特別大的黑天鵝 可以嚇得到市 保守估計 5500是保守的 反過來 如果是樂觀一點 我會加上升幅空間 很簡單 就是6000 所以我本身不特別牛 但突然扔出這麼大的號碼 大家未必很接受 所以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 美股方面 我自己覺得跌不跌多少 如果標譜 在4800至5000點 都會開始有吸引力 最主要的當然是4500 但機會比較密 大家就是怕沒有貨 反過來 大家怕沒有貨 每個人都會向股市湧 所以我覺得未來方面 如果當標譜 5500至6000不是奇怪 有沒有投資者 走向你那裏 都想扣好安全帶 去到這麼高 做些對沖 會考慮是哪些去做選擇 例如期權 你覺得擺在指數上 是否合適 現在最近是有少少超賣的 去到高位方面 你看到有少少頂背池 其實穩陣些 你可以做Hatching 用選擇選擇 你可以自己定好指設位 也可以 如果選擇選擇 如果選擇選擇 每個人當然想買便宜 誰不想買貴的 通常三個星期的選擇 是特別便宜的 但那些選擇 很貼的 那些你看對市場 反過來看對方向 蒸得不夠多 其實也可能要輸 因為那間時間值算太大 尤其是價外 如果你是那間做short call 你收期權金 可能簡單一點 因為大多數市房 都未必有一個大爆 爆升爆跌 尤其是買市場 爆升爆跌機會比較小 很短的 你有心理準備 其實那間時間值算好 通常不是站在你那邊 所以買一買軟期 便會好些 但軟期便會貴 接下來我們有些趣味性的話題 事緣在網上找到一個meme 有人說 如果在十年前 用一千美元 一載車去NVIDIA 今時今日以美元計 就是白蘭富翁 例如Microsoft Meta 或者AlphaBag 他們全部都在做 做的意思是 可能有自己的芯片設計 但最終都要找NVIDIA 公司代工去做 因為GPU方面 關鍵很大 所以未來方面 GPU 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它有技術優勢 尤其在NVIDIA方面 它本身硬件 大家都做到 但軟期 因為本身 黃老總 右眼光 讀他胃眼 就去了Stanford 找了他們當年 拿獎的位 寫Driver的位 程式設計員 幫他寫Driver 所以令到 它的顯示卡 或GPU 可以用得盡 可以用得盡 結果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他也在做 大型的GPU基地 以後將來提供 雲的 人工智能服務 可以用得盡 跟著 Microsoft 可以用得盡 因為Microsoft 可以用得盡 我自己覺得 都可以 但軟的 容易被人取代 硬的 反過來 有個優勢 被人取代的機會 會比較小 但我想問 NVIDIA有500 600 700 800 我們在牛牛圈 有些網民投票 一千美元大關 是否只有可多 其實有很多 早派差不多 九七四 你覺得一千 可能短期會達到 還是怎樣 短期 因為下個星期 3月18日 就會有個 AI人工智能大會 那幾天 就一定是大家 在表演的時候 在表演的時候 NVIDIA 可能會不會有些 新的技術 拿出來 跟大家表演 大家看到 哇 股價 又買回NVIDIA 你買我買 其實現在不貴 NVIDIA股價很便宜 每次出現業績 他的PE都大坎 因為他做到 你猜完他之後 你還要猜得太保守 實際上做得比你猜好很多 前幾輪也是這樣 剛剛對上一次也是 所以PE只有33倍 33倍PE 你可能說33倍便宜還是貴 即是GPU和GPU比 你跟旁邊那個比 那個叫AMD AMD 你可能說不是做CPU 因為AMD收購了ATI 其實個人本身來說 就是以前NVIDIA的死對頭 其實他的PE到底多少 50倍 他的效能比起NVIDIA還要低 他的股值方面比他還要高 那麼NVIDIA 33倍是否很便宜 NVIDIA低 NVIDIA那一千元 一千元不是夢 其實 轉個頭就到了 但反過來 去到多少為了公平 我個人覺得 1200元很基本 因為那個人 你未來還要看他賣多少 如果他下一季出來的業績 又是大幅上升的話 又再撼 又再推高 但如果以現在眼前 剛剛出了這份業績去計 我覺得1200元是合理的 一個技術 一千元是合理的 Microsoft走得慢 你覺得他的步處上 我們又如何看 你不是說Microsoft 我本想是做遠事的 其線就是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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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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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因為一來它的道德責任比較大 第二件事就是有其他競爭對手 例如AlphaBag 為例 AlphaBag 本身的AI計劃叫做Gemini Gemini 聲稱與它有得揮 所以我覺得Microsoft會慢很多 反過來 如果你要快的話 NVIDIA會比較快 因為它有技術上的優勢 所以如果你要選Microsoft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選擇什麼呢 可以選一些芯片的ETF 其實都可能會比較簡單 如果你想大優勢一下 但當然如果你想升得多的 找一些妖股 什麼叫妖股呢 Supermicron這些就是妖股 這些個人本身來說超微半導體 通常NVIDIA升一元就升三元 NVIDIA的一元就跌三元 那你自己去處理 分產投資 就選一下AlphaBag 和Microsoft 兩款都會選擇 我覺得這兩間應該會比較潛烈 Mecta可以嗎 Mecta的業績做得不錯 賣廣告賣得多好 喜歡選擇就選擇這三款 我們就說過去的表現 可能馬後炮 未來的十年爆升的美股 想想都好像很大個甜頭 其實不是那麼懶 我兩邊都說了 你覺得DNA會是什麼呢 他們的特性 沒有什麼投稅的話 沒有什麼投稅的話 你不是說是炒一下SPY 買一下標誌 其實什麼都有 包羅萬有什麼都齊 但當然如果說今年去計 今年去計 因為我不說那麼遠 因為十年 其實那時候中間可以發生很多事 如果純粹 因為SPY我們不會想是爆 如果你要今年爆的話 不是今年爆 即是接下來十年 我們想說到幾何級 正常有得爆 我都是看好三範 可能四範 不過第四範 我就有些保留 但可以考慮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範方面來說 就是AI 剛才說過 第二範方面來說 就是本身 虛幣 虛幣 即是比特幣 其實那時候是虛幣 大家看到它已經破頂了 我在破頂之前 四萬多元 我已經叫大家 去看看 Captain Wood說電動車 電動車我也不排除 因為2040年後 你都要全部買電動車 根本上就沒有公共駕駛 因為你最喜歡是零排放 零排放 所以電動車也會 但要先經歷一段血的洗禮 但另外一個 可能大家都有留意 但也有可能很多人沒有留意 就是減肥 減肥藥 減肥股 諾華諾德 禮內 這其實也是一個買點 因為為什麼 美國人每個人都 吃得好 睡得好 穿得好 所以這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一點 因為大家都主要健康 健康的時候 都是減肥 對於其他三高 或其他疾病方面的防範 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可能冷漫一點 可能會減肥 四大範疇 希望亦都適合大家的心意 好 這一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還有我們下集說什麼呢 說修飾策略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